并且得并科新台币30万元以下的罚金 第十六 本法施行之前 政党已经经营或投资之盈利事业 应于本法施行后两年内将其股份出资转让 借其无法转让或转让条件显不合理者 应该于六个月内信托与信托业 如果没有按照前项的规定 则有罚则处新台币500万元以上 2500万元以下的罚员 第十七 有相关的罚则 关于政党内部选举的汇选 或者是为设立之前就从事活动 或者是违反本法 刚刚所报告的一些规定 都分别定有罚则 第二大项 对于大院国民党党团 亲民党党团 以及刚刚所讲的行政院除外的 另外四个委员所联署的版本 我们大致上提供下面的一些意见 行政院提案版本 如果以其他六个版本相较 对于制定专法 以确立政党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 应有的地位与功能 确保政党的组织及运作符合民主的原则 建立政党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 并且推动政党财务公开透明的立法方向 这几个版本都是一致的 至于各个版本规范较具差异性的部分 我们提供参考意见如下 第一在党员人数 以及发起人人数的下限部分 我们认为究竟有多少党员人数 才能够遂行我们所谓的政党的功能 各个版本不一 对此我们内政部是尊重大院的审议决定 第二关于政党补助的门槛 依据104年2月4号修正公布的 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 第四十三条第六项的规定 将政党补助的门槛已经定为3.5% 至于政党补助金的门槛为何 使能切合我国政党政治发展需要 我们本部也是尊重大院的审议决定 第三关于政党退场的机制 有关连续4年为依法推荐候选人参加 限制及以上公职人员的选举 是不是应该列为视为解散的条件之一 大院如果对增列该项规定 具有共识 本部也尊重大院审议的决定 第四政党经营出版事业的部分 行政院版仍然是以不经营盈利事业为家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请求大院 在审议的时候能够审慎的考量 第五政党过去财产的处理 关于特定政党过去所谓的不当取得之财产 本不带法令的规范 急得循司法诉讼及其他的途径来处理 目前相关部会以及地方政府 都有相关的处置作为 鉴于行政院版的政党法草案 细就政党设立组织运作 经费以及收入的来源 财务公开盈利行为之禁止 及本法施行前 以经营或投资之盈利事业 运于转让或信托等事项予以规范 它是适用于所有的政党 为健全政党未来的发展的 一个一般性的法律 那至于是否将政党 以及附水组织于过去取得据争议或不当财产列入规范一截 建议还需审慎的言卓 以上的报告进行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谢谢次长的报告 请问各单位有没有补充意见 那如果没有补充意见 我们就说明完毕现在开始寻达 本会委员花言时间是十加二 那非本会委员是八加二截止登记是十点半 那现在请第一位是林德虎委员 他就有一个理论 好谢谢 好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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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